现在整个盘面的结构 因为两个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哪两个人呢 第一个是巴菲特 第二个是林白莉 我们来看 巴菲特公布了他们第二季的尺骨 引发了非常大的震撼 而林白莉在法术会上 只因为说了一句话 也让在今天股价出现了大涨 的确这两个人影响到今天台股的盘面 我们看一下巴菲特 一讲了以后 结果台股当中 跟民生物资有关的传产 一票涨停 比如二线说话的国桥 台大话 请看这个画面 然后航运的长龙 还有包括赵子的永风鱼 肌肉的奇翔 KY钢筋的这个海光等等 那到底巴菲特怎么样 因为他公布了第二季的持股名气 是 波克项 他去清仓航空股 大砍银行股 我们有点一起 但是你没想到 他惊人之急 居然首度的买进黄金股 买了一家全球第二大的黄金生产公司 叫做巴里克黄金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 哇 盘多瓦那个巴里克 已经狂奔了这个百分之八 那为什么说是尽人之急 巴菲特以前说买黄金 他是嗤之以鼻 他说黄金不是一个生产性的资产 也不会带来现金流 的确黄金没有利息 没有现金的这个流入 他说买黄金只有一种状况 就是做多恐惧 你很恐惧的时候 你才去买黄金的股票 但是他为什么买了这么多 那是不是他认为 未来会更恐惧呢 对 他这次买了5.6亿美金 这160几亿台币不是小金额 他的恐惧是什么 他认为未来美国会通膨 这就是恐惧 所以画面上这就是巴里克 这是巴菲特首度买进的黄金股 巴里克今年已经股价大涨了40% 那现在盘后又大涨 但是你说这个巴菲特 买这些贵金属 有没有潜力 有 1997年 他不是不买的吗 对 那时候他买白银 1997买白银 那时候白银每盎士来不到6美金 他买了 他买了多少 买了1.29亿盾 1.29亿盎士 大概花了美金7亿 那买了以后两天 这消息公布了以后 白银就涨16% 后来1997的下半年 白银就大涨了30% 后来你知道吗 白银一年生产量 全球的25%都被巴菲特一个人买光 吓死人了 买到他说我是白银之王 所以上一次你可以看这个画面 1997之后白银什么都大涨 那1997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 亚洲金融风暴 所以恐惧来了 好 换句话也就是说 巴菲特很少买贵金属 他会买贵金属 一定他认为 后面会有更大的恐惧 在1997年他买白银 结果在白银身上大赚 这一次他买黄金 这个时候的选股方向 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调整 对 现在我告诉大家 满手电子的人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有风险了 所以一部分的资金要去买传产 今天电子的比重是今年以来 首度跌到70% 过去都是80% 85% 今天降到70% 所以一票的传产 全部涨停 那这些涨停的我们挑两档 今天人气最旺 最强的 长龙海印 2603 所以巴菲特玉石通膨来临 对 那长龙海印 今天很快的涨停 锁住了以后 不管投信 外资都大买 那当然他第二季的EPS很好 0.55 那毛利率也达到空前的17% 那现在 我觉得第二季都过了 重点现在第三季 第三季 北美的美西 美东 那个印价都大涨 九月份之欧洲 也开始要大涨 印价大涨 所以长龙海印第三季的获利 会比第二季 一般估计还要增加50% 但是空运的华航虽然有那个货运 但是因为油价的上涨 第三季的华航 应该会比第二季的获利赚 但是会减一半 所以海运比较好 海运比较好 这一点要注意 再过来我们来讲另外一档 通膨的一个指标 1904的阵容 我上个礼拜讲过一次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K线 因为它是率先转强的一个传产 原物料的指标 你想我们模拟一个画面 今年的双十一 大家会怎么样 大买嘛 然后今年的感恩节 圣诞节会戴口罩去卖场 去百货公司去抢购吗 不会嘛 都是通过网购 所以网购的话 包装的纸箱 报价要开始大涨 现在它那个瓦嫩纸 就是纸箱的瓦嫩纸 是四年的新高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所以正隆 就是这个工业用纸 纸箱的一个指标 那今年的获利 纯粹EPS来讲 本业就是有三块的一个水准了 那这个也是通膨的一个指标 好 通膨骨 传产骨开始在动了 我们刚才谈到 有两个人让今天的盘面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是巴菲特 他买了黄金 所以刚才总说 传产以及通膨概念骨会开始动 第二个人是林白利 林白利为什么也让盘面出现了 非常大的变化呢 林白利在华社会里面讲说 哇 这个是有史来第一次 这个NV代工赶不上这个材料 就材料在缺货 那这个组装来不及了 那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 他的财报 那林白利他们的广达的财报的话 你看第二季的EPS是1.62 今年第一季只有0.67 这个是double以上 去年同期只有1.03 更重要的广达第二季的毛利率 是6.21% 那什么概念 这个大概我把它算一下 十几年来最好的毛利率 我们对比了 因为它是NV代工 对比了手机代工的鸿海 鸿海以前每一季的毛利率 大概在6%到7%之间 那广达一向是在5%以下 结果第二季的时候 鸿海是5.9% 所以广达的毛利超越了这个鸿海了 好 我们来听林白利怎么说 他说这是第一次材料追不上订单的速度 比电也好 银吨也好 都是一个正向的成长 现在只说订单多余材料 材料赶不上 所以说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 除了他说第一次材料追不上订单的速度之外 其实他在现场还讲了一句蛮复生意的话 他说乌龟有可能会跑赢 他在讲什么 这个让大家就想是不是在影射过动 因为他们两个余量的情节 但是林白利创业几十年 就只有专注做电脑做笔电 他很少做别的 现在当然有做伺服器 但伺服器还是基本上是云端 跟这个电脑是相关 那未来他要做量子电脑 但是郭董不一样 郭董不是乌龟 他是成吉思汗 一日千里 工程略定 而且什么都做 但是现在林白利讲这个 乌龟终究最后会跑得快 好 我们来看 乌龟的广达和成吉思汗的红海 今天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呢 真的你看 现在广达的价钱 84.3 但是红海今天点 还在贴息 80.2 你可以发现 广达的价位 真的像乌龟跑得快 居然比红海来得高 这代表什么意义啊 观众听好 就是未来有一段时间 NB相关的股票会比手机好就对了 因为居家上班 远距商机 形成了一个影响 当广达的股价超越红海 代表的是NB将会超越手机股 所以怎么看相关个股 对 我们就直接再看另外一档 NB的品牌 红机 2353的红机 今天的大涨 对 大涨 他说订单到年底都没有问题 你看红机啊 这个老实讲也是老牛啊 很多股票 以前都不动 现在你看一波一波的往上走 再关NB相关的 比如最近涨多 比如2387的金元 这个是键盘的键盘 2387 我们直接看K线好了 涨太多了 可能要稍微的休息 另外我们看一下 3017的漆虹 就是NB的散热 你看最近都上涨 但是涨太多不要追 今天外资是买这个什么 我们跟各位讲 零百里的材料切货 指的是什么 电脑当中 CPU 电源管理晶片 台湾没有做CPU 因为那个远近的教学的电脑 那个是低阶的 都是在东南亚做 另外电源管理晶片 所以像8081的赤芯 是比较没涨的 NB相关的 因为它整理一段时间 但是今天外资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买超 所以要转到NB 比较没有涨到的族群 特别是要转到财报优的 因为盘面在今天反映的就是财报 广搭就是在反映三绿三升 那跟远端的有什么相关的呢 我就上个礼拜在这边 有同志问我们原刚 还记得一个小女孩 我跟大家说 原刚7月营充在往上涨 获利也会水涨船高 我们来看股价 果然今天还是涨停板 或者它的子公司3669的原展 今天也再度工厂涨停 我想就呼应 毛利率在往上涨 营收也跟着在往上涨 当然传产股中也有这种 高获利成长的公司 尤其在原物料族群 除了蔡总刚刚讲的航运类股里外 我们看到1409的新鲜 这个仿鲜类股第二季赚0.88元 毛利率也往上涨 或者是1907的永丰鱼 已经很久了没有注意到它了 但是没有想到它第二季的获利 也大幅的跳升 这些都是因为第二季的获利 大幅的跳升 而让本益比低估的公司 投资人都可以注意到 好 都是在反映财报 好了 我们来看 中美大战现在到底打到什么程度 在今天这些消息是川普说 下一个风尚的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阿里巴巴 因为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准备要上阿里巴巴 他说我等得研究 你已经在TikTok和WeChat 哪些中国的科技公司 在美国的联系公司 在美国的联系公司 最大的问题是博士 有其他特别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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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其他特别的公司 稀土的出口量 大减了七成 所以双方现在各自 在各自的领域上交火 对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阿里巴巴 他主要的业务 还是在中国大陆本体 海外的部分 严格我们去算 其实大概不到百分之五 那他动他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阿里巴巴 真正他要动他的原因 是在他背后那些官方的资金 如果我们去看阿里巴巴 那背后的资金来自于主要四条金脉 博裕资本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还有新天运基金是温家宝的儿子 叫温云松 还有中信资本 你看这个王震家族是开国元老 刘勒飞他这一块他是政治局常委 他这个刘云山的儿子 然后你看国开金融成员 这个也是开国元老 他爸爸也是开国元老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这四条金脉 你仔细问说那到底阿里巴巴 是不是马云在做决定 还是这四条金脉背后的官方在做决定 所以阿里巴巴根本就是太子党的公司 对 而且光阿里巴巴就让这些人 你知道当时他们总共投了多少 70亿的美金 两年就飙到300亿美金 所以就川普 如果我是川普我一看 那你根本阿里巴巴就是 你抓后面红二代红三代的贪钱 所以根本就是红二代红三代的金库 对 而且他根本交叉持股非常的绵密 所以如果你真的问习近平也好 问这个马云也好 到底现在阿里巴巴是谁说了算 坦白讲没有人知道 好 这是阿里巴巴 但我们也来看看中国的动作 中国现在果然用了稀土 对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川普现在的想法是说 你中国是一匹狼 那你这个狼你现在全球化了 你大赚外面的钱 我要把你关在家里 我不让你到外面乱咬 所以一直拔他的牙 拔他的牙 对不对 那最近看中国好像很乖 他就说我们不要搞一些动作 大家就说不要搞动作 对 你看他一直买油 然后也买石油 大量进口玉米 黄豆 然后川普你看你看 所以他最近开始大买他们的农产品 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买农产品都涨 玉米也涨 黄豆也涨 可是实际上 他还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因为他大量的减少稀土的出口 那稀土大幅度减少出口 减少的数量多少 七成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度减少七成 你知道去年同期是5243吨 今年7月只有1620吨 那你说减少稀土又怎样 六个电子产品里面 有一个就要用到稀土 很严重 很严重啊 那所以你说未来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那当然美国也不是吃素的 对不对 美国不是塑胶的 不是塑胶的 不是塑胶做的 那他现在国防部也资助 200万到300万的澳币 在德州要盖一个工厂 那你盖了 这是从中国以外第一个 中国以外第一个 以前稀土处理厂都在中国 那这是第一个 可是问题是 有工厂没有稀土怎么办 因为60%的稀土都在中国 没有问题 澳洲 跟澳洲合作 莱纳斯跟他合作 所以还是有机会 所以在澳洲矿商的 这个股价大涨 连中国稀土的股价也大涨 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 画面上这是澳洲矿商 对 中国稀土在今年的大涨 今天也大涨 反应了这件事情 好 所以在两只大象 打架的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选股呢 因为大家现在关注的 其实真正的重点 其实是在资讯安全 就是说他为什么打架 其实不是真的为了稀土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把焦点 拉回来的话 应该去看资讯安全 瑞奇电通 他就做资讯安全的一个系统 你看今天股价大涨 他就在反映这件事情 因为川普用的理由就是 阿里巴巴也会切密 对 有大量的敏感的资讯 那你知道他现在一年 大概赚五六块 那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算起来本益比 也没有很低 可是他的营收 今年以来 每个月营收成长率 是超过50% 所以如果我们照这个角度 去思考的话 其实这个股价 还有发挥的空间 那台湾是没有 稀土概念股吗 或者是没有太纯的 其实有 但都一点点 那个讲起来 没什么好玩的 那再来一个 所以还是要回到 对 那再来一个 就是安琪资讯 安琪 这个是宏基资讯底下的 也是在做 资安公司 对 也是在做资安公司 所以这一个公司 一年也是赚大概四五块钱 那最近的成长率 也上来25%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 应该放在 就这个议题 其实真正背后 在炒的其实是这个 我们可以往这个地方看 那另外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些股票叫巨硕 巨硕 它也是做这个资讯软体的 也是跟安全有关的 那是加市党 它背后的股东是加市党 那最近的股价 也是慢慢地浮现出这个迹象 带给我们一个方向来 是好